今年東京米芝蓮 原定在11月底才公布 不過今天我們收到官方消息 與香港首爾一樣 車他人美食推介就搶集推出 上榜餐廳共有315間 其中48間是新打入榜 這些平價餐廳全部消費在5000元以下 即是大約350元左右 其中一間新上榜的炸豬扒專門店成狀 店鋪在祖道田附近的高田馬場 在東京非常有人氣 在食平網塔Baglock更有高達4.11分 店主三谷先生 曾經在米芝蓮推介的餐廳宴樂學師 炸豬扒炸了20多年 功力深厚 坊間的炸豬扒店一般只供應一種豬 這裏就用了6款來自不同縣的豬種 包括用番薯餵的綠兒島綠白黑團 和新色縣的雙鋼高原團 不過三谷先生就認為 餐廳之所以成功 全因為不用油炸機 而是由他本人親手逐快逐快炸 炸出來的豬扒肉心情味粉紅色 外皮酥脆 咬下去肉汁全部彈出來 而這款綠兒島黑團是吃番薯餅大 肥瘦肉夾心 吃完之後整嘴都是油香 怕胖你的可以試鑲鋼高原團 味道溫和 肉質柔軟 又不會太肥 另外一趟